拿起長翅計算櫻花的數量 五朵白色櫻花綻放 代表櫻花季終於登場 受到天氣變暖影像 鹿兒島 熊本和名古屋等地 美麗的燃井結音從樹枝上竄出 成為日本全國櫻花最早綻放的地區 心裡很酷 一年一回就想看得到 雖然櫻花樹還沒有完全盛開 但許多民眾早已迫不及待 全家大小來到櫻花樹下 邊野餐邊閃花 較北邊的東京櫻花也是蓄勢待發 含苞待放 讓民眾期待不已 雖然關東地區還沒有進入正式的櫻花季 但情侶縣板護士 則有200株耐寒的安心寒英搶先綻放盛開 長達1.2公里的粉紅櫻花隧道美不生收 許多民眾不遠千里提前來這感受 櫻花所帶來的暖暖春意 日本氣象協會預測下週開始 關東關係各地將陸續進入櫻花花季 近期打算前往當地的民眾 可以先上網查詢櫻花盛開的預測時間 才不會錯過他們綻放的美麗瞬間 記者問軍綜合報導